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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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些除了我们生活之外的 除了我们可以探班到我们眼前所及的这些节目之外 在北京的制作团队他们制作出来的节目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本人还是很开心能够去到那里 能到他们的幕后去看看他们是怎么拍摄的 还是挺开心的 其实我们传统了解的很多电视节目都是以什么综艺啊娱乐啊 让大家开心高兴那样的风格为主 但其实嘉世这个节目我第一次看的时候 我是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正经 比较认真而且比较有沉淀有积淀的这样一个节目 跟其他节目的这个整个基调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其实嘉世它在录制是属于那种集中录制 大概一个月会录四次 然后每次录出一个月的量 所以相当于我们每个月都要去北京探班一次 一次大概会待个少则三天 多则可能小一周吧 需要这样的时间 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说 景啊需要不同的变化 然后他每天可能只能在某一个区域拍摄 这一个大区域的景 明天我们才能拍这个小区域的小区域的景 这些戏的场次是完全拆开来拍的 所以有的时候占用的时间还是挺长的 对于这种集中录制的节目来讲 我觉得它这个强度还是挺大的 因为我们经常会早上八九点的时候 看到他们已经开始嫁景了 然后可能到凌晨两三点才收工 然后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又开始 也就是说在这集中的大概五天六天的录制当中 他们全都是这样连轴滚的 所以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这样的一个生物中 我会觉得他们会很疲惫 不过还好可能一个月只有那一周的时间 但这一周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熬 我作为探班者我都觉得很辛苦 你看何况他们还要投入到自己的剧本 包括现场有很多需要临时去处理的情况 都需要随机应变 所以我觉得强度还是挺大的 然后给这些编导哥哥呀 包括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点赞 我现在跟他们相处了一年的时间 如果我们去了每个月去一次 大概就是12次左右 那每一次都会有这种感情的递增 包括我最开始 没有去过之前看他们节目 我刚才也说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能量 很正经 很认真 然后很稳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但是慢慢大家在一起相处起来久了 你会觉得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活泼 都很热情 这个是在节目当中我没感觉到 但是这是深入到他们敌军内部之后 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你们在干嘛呢 你们在干嘛呢 不能给我点空间吗 你们不是给点空间吗 我是有什么魔力把他们都弄走了 去哪儿啊领导 别走啊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还演了一个角色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电视节目当中 扮演古装的那个扮相的角色 你知道吗 这也是我第一次扮古装 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也找到了一个新的自己 然后当时是演了一个小丫鬟 然后觉得扮上这个头饰啊 然后包括穿上这个衣服 一下子就有当年这个感觉了 也是让我找到了我人生和事业的第二春 第二春 然后我觉得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表演 可能就让导演看到了我的才华 所以后来呢又给了我一个新的角色 我演了一个这个抗战时期敌军的这个医生 是一个军医 这个就不一样了 上次呢我可能没什么动作 但是这一次呢我有被推倒的动作 只要你告诉我 我就会安排最好的医院 让你接受最好的治疗 那时候我是跟郑诺这个演员合作的嘛 因为郑诺是我们家是御用的 就很常用的一位演员 那时候跟他已经相对熟悉了 所以他在推我的时候 我们两个其实在沟通了很久 虽然这是一个小角色 但是呢我跟我的这个搭档郑诺 我们两个也是研究了好久 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就是他要把我这样 东北话就扑了开 把我推开 然后其实这个角度啊 包括这个推的力度 他很怕他力度很大会推到我 但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你给我一个正方向的力 我会很好地接受这个力 我可能表现得会更大一点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哪 他身上是有雪浆的 如果这个雪浆在第一次第二次 就可能没有这条没过的情况下 如果粘到了我的身上的话 粘到我那个白色的大褂上的话 可能会很麻烦 所以我们两个还在找角度 怎么才能让这个雪浆不扑到我的身上 然后还能让我有那种真的被他推到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从这一个小细节 我就体会到了这个做演员还是挺难的 真听真看真感觉嘛 就是你需要表现出你的真实感受 你把自己相信自己 我就是这个敌军的医生 我就是要给你治病 但是你就是不理我的这个状态 让它根深蒂固在我的脑子里 我才能可能用我的肢体 包括我的神情去表达出 我想要表现出来这个东西 而且我听说当时导演觉得我演得还挺好的 然后本来这个都没有我的特写 后来据说就是觉得我在这个 正在我的身后就觉得脸上还挺有戏的 据说还给我加了个特写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望 我希望我这辈子能在家世 说句话 说句话 给我一句台词导演 皇上 那个 他那个太子 本是柔弱 臣妾心想 多不废致 他不思议 其实现场能看到工种是很多的 比如说先是摄像导射团队 他们用的这个机器 首先就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机器跟我们平常录制节目这种 这么大的机器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么大 我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它上面的这个气线 包括这个零件特别特别多 我也不是很懂它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是觉得这些摄像大哥 他们在架这个机器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它很有范儿 第二那个东西 它拍摄出来的这个 屏幕上体现出来的这个质感 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用这种 电影级别的这个机器来拍摄 所以拍出这个质感 完全就有那种把你带入到 实现的这个情境当中来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摄像 这一块导射团队 让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 而且他们很有意思 他们这个机器非常贵 贵怎么办呢 中间有的时候大家会出去吃饭啊 他们会拍一个人看着 特别有意思 就每次你会发现这个棚里一定是有人的 他一定会看着一些 就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设备啊 第二呢 我还会接触到导演 然后不同的选题 会有不同的导演 然后加持特别有意思 他每一个导演 风格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呢 特别愿意演戏的杨浩导演 他就是我印象当中 应该是这几个导演当中 唯一一个特别喜欢自己演的 特别喜欢自己来给自己安排一个什么角色 然后上场去表演一下的这种感觉 就是还挺愿意在大荧幕前展示自己的这么一个人 包括他还跟我说过 他爸妈很喜欢看咱们节目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他觉得这个节目特别有意思 而且能看上他自己儿子 就不光 因为在家世里 可能你只是在某一个片段能看到杨浩 但你在我们节目当中 杨浩导演会说很多 他的一些想法 他的一些构思 他是怎么导戏的 包括这个父母可以在镜头前看到他儿子在 你这个地方应该这么这么演 你这个地方应该这么这么演 就看到他儿子工作的状态 所以他也有跟我表达过 他父母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的 他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快 急 而且当他遇到一些 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的某一些 这个地方演得好或者不好 大部分是不好 就跟他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 他会我会马上站起来 然后走到这个片场 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 你不要把这我觉得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 你现在很害怕 你现在很害怕 他身体已经大量失险了 他居然还能在这儿 还能在这儿挺 你要赶快过来给他看 因为你是医生 医生无论你是哪一方的医生 你是为了治愈的医生 对 你是为了治愈的医生 其实有一次他在导戏的时候 就突然在现场 他给演员表达怎么演这个戏 他就会自己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了 所以其实当时他那一跪 跪到了我的心里 那除了导演之外呢 我还看到了很多道具老师 但你知道这些道具老师吧 在换道具的时候你能看到他们 换完道具之后这些人消失不见了 因为我们整个棚还挺黑的嘛 然后他们就会四散在各个角落当中 但是你会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什么 如果这一场戏 咔 我可以换下一个场景之后 这些老师就会从四面八方 非常急促地赶过来 然后赶快抓紧每一分每一秒 去换下一个场景 整个换道具的场景 可能就需要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时间 但可能对他们来说 他们会把这个一个小时时间 压缩成15分钟 20分钟 这就大大提高了 整个团队拍摄的效率 所以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 也是非常敬业的 然后大家在台的时候 第一你要小心翼翼 因为这些道具都是 我们从各个地方solo来的 他们都是很珍贵的那种 当年的道具 首先大家都会很珍惜 第二的话 那么正的东西 大家台的时候也非常的专业 所以我是觉得 整个的道具团队 我也想给他们点个赞 同时 我觉得我们道具组 更厉害的在哪呢 经常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 历史事件呀 历史文物 他们会去找到 比如说某某 哪年哪年的报纸呀 他们都会很细心地 去寻找这些道具 为了让我们整个家室的 这个节目的品质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升 你知道这个道具真 演员真 然后导演在非常投入 真的就是 无可挑剔的一个团队 好 本节目由 吉时传媒吉时云 智慧影音5.0系统赞助播出 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9点10分 能够准时锁定收看 吉林卫视家室 我是张素 明天再见吧